大家好 我是越野区一哥李柏林 什么厉害的越野车我没开过 能上路的装甲车东风猛逝 300多万的大计 1000多万的6x6我都给大家拍过了 但唯独坦克300这个车 火了两年了 我是真的借不到我 不过今天 我觉得大家可以把牌面先打在公屏上了 因为我找来这台最新款的 越野性能最强的坦克300 边境限定版 这辆车限量3000台 6分钟就被订光了 你看到的所有的越野驾强件 它都是标配的 涉水喉 车顶的行李架 前后的竞技杠 还有越野轮胎 防脱轮固 就这些所有的东西 都是可以随车跟着一起过户的 还有一点我觉得是 最让其他坦克300车主羡慕的就是 这台坦克300原厂是带有脱挂资质的 所以我租了一台贼牛的房车 你看 你这个房车真的太棒了 你干嘛在我房车上 你是变态吗 你过去看 你过去看 这房车牛归牛 你能开吗 那么大个 前两天专门花了6800块钱 就增加了C6驾照 就是为了开这个 而且是王杰克报销的 他说只要点赞超过6.8万 他就给我报销 我一想把你叫来 很难点赞不过6.8万了吧 他们不会那么不给你面子吧 对不对 你这搞得我很尴尬 这一趟就麻烦你开车了 走吧 欢迎收看急速拍到全新自驾游栏目 下次出唐计划 我一直以来有这么一个选题想拍 就是想开着我喜欢的车 带着我的好朋友们 然后一起出去玩 怎么玩 我会把这些地点都分享给大家 因为其实广东周边也有很多不错的地方 可以去短途自驾游 那今天我们去哪呀 夏天要干嘛你先告诉我 玩水 晒太阳 准备好性感的泳衣了吗 准备好了呀 行 坐坐 所以林哥这车拖着房车好开吗 编定限定版 它的尺比也改大了 本来就是一个攀爬尺 它是为了让你爬石头用的 这样的尺比拖房车的时候 就比较省力 不用我大脚大脚踩油门就能拖得动 我们这个是最先上路的吗 最先最先的 待会咱就不要空调了 咱开着窗 确保别人可以看到我坐在这车里面 早点 但是其实我觉得挺出乎意料的 我一直觉得这种硬派越野车 应该就是不太舒服 你没看这么多人在城里面也用这车 还挺舒服的 放点隔天还快 好 有开玩笑 有开玩笑 有没有 一下子就要出去玩的感觉了 你的双下巴好搞笑 你这么瘦还有双下巴 从广州出达出道100公里 我们就抵达了第一个目的地 位于惠州的石坑水库 这个地方在所有的地图软件上都可以查得到 但一定要记得不要看见水库就停下来 沿着土路一直往上游开 才是最精彩的地方 但因为路太窄 我们的房车必须要先摘掉 所以这一段正好可以让小乔来体验一下 坦克300的越野性能 毕竟他已经一早上没开车了 这个地方叫做石坑水库 一般的人开到水库边钓个鱼就完了 然后咱们要再往里边走 哇哦 好大的坑 直接过 直接过 都不用选路开这车 什么越野车最好开 借来的越野车 什么越野车性能最低 王杰克借来的越野车性能最低 连四驱都不用开吗 现在不用 现在抓地力很好的 现在只是坑大了 这车离地间隙巨高 所以我也不用救的对吧 对 你就该怎么开我看你 你有没有觉得它这个氮气减震 在这种路上更润一点 可以啊 也不颠哇 竹林 这种地方夏天来就特别对 你知道吗 就很凉快 好美哦 路边还有那种小花 以前总是觉得说 好像要旅游一定得去远了 云南啊 新疆啊 西藏啊 而且突然就是有了美景之后 我觉得越野对我来说 也没那么折磨了 我今天好开心啊 真的 对 我跟你说啊 过水的时候也不要太慢啊 稍微快一点点 要不然现在水里面很尴尬 三个字没的问题 这比我想像的快 我有点自信过头啊 对不起 可以 你有点东西啊 胆子挺大啊 不是让你砰 扎进去 虽然有涉水后 但是也不是这么玩的好吗 然后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地方呢 叫做石坑水库 它属于一个水源保护地 所以你不能在这边生活呀 或者做一些特别污染环境的事 但这个地方因为水质特别的好 非常选担 非常适合开展一些像素溪这种户外合同 而且距离广州深圳 开车只要一个多小时 当天就可以往返 非常适合周末 带小朋友过来一起玩水避暑 而且出了水库就有很多的饭店 完全没有提前准备食物 惠州的客家趴鹅可能非常出名 好吃 没骗你吧 它那个卤汁挺牛的我觉得 当然啊 如果你的行程可以增加到两天一夜的话 那么我一定要向你推荐 位于河源市的新丰江水库 也就是万绿湖 这里是粤港澳4000多万居民的重要水源地 哦水源地址 广东省河源市万绿湖 我们现在就去它的水源地看 按照我的计划 午饭之后从石坑水库出发 天还没黑 我们就可以看到万绿湖了 但是我们没想到的是啊 即便准备了所有的手续 我们的拖挂房车 还是被收费站的工作人员拦停了 叫交警过来核实一下了 他给你们散就给你们散了 因为新规定刚实施 他们也不太知道这怎么落地 所以大家在拖挂房车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自己是不是符合规范 直到交警查验了我们所有的手续 发现完全合规之后 我们才终于上了高速 谢谢 拖挂房车行驶在高速上 只能走最右侧的车道 并且时速是不能超过80公里的 所以我们直到傍晚 才抵达了万绿湖 万绿湖最好看的 就是它的落日 我每次来都赶不上 上气了真的 别想要醒 别想要醒 还有一点点雨光 你想想我们来了 我们还能看到这个湖已经很好了 你就是真的一路赶路累了 辛苦你了 哇真的好好看 哇还有一点点那个落日 我去啊 好漂亮呀 天呐 我已经放弃希望了 我以为来了之后 你就是个人 你就是一个人 那一路 我去运达你 我怎么也好 来 我这三个字 在我们所带的位置 距离今晚的露营点 还要摸黑走20多公里的山路 而且这段山路正在翻修 道路非常窄 往右打一点 我回去倒不倒来 一个轮子掉到路面 今晚在这里住吧 不要吓他 不要吓他 还是开太快了刚才 没经验 给你来的小插曲 还是不能太快 说真的这个事 跟咱领哥出来啊 你给面我 我相信我 我干嘛 走走走 上上上 停停停 遇到刚刚结束 别让他回来 你走吧走吧 离远点 离远点 走走走 走走走 漂亮 耶 耶 耶 新鲜 下次 下次走 算微小的路 别平哥了 要不我们下次 干脆别走危险的路 不就完了吗 不过好在有惊无险 我们顺利抵达了 位于万绿湖 东北部的绿畔山庄 这个地方同样 可以用地图软件 直接导航到 我们住在这儿呢 主要是因为这里面 有一个专门的 房车露营地 有稳定的水电供应 这样住在房车里 也会非常舒服 不错 那什么啊 张蓝 啊 我告诉大家 什么露营的 那些都是摆拍 还是我们的房车好 你洗好澡了没 咱有一说一的床 还挺棒的 那么短的床 我怎么睡啊 我只有一米五的事 被大家知道 我想还想看回电影 自己玩耍机吧 晚安 完美了 早 老年人的生活 已经开始锻炼了 我们今天到底要玩耍啊 玩讲白 咱俩就划到 对面那个早上 哪 居然怎么可能划得到呀 还好吧 三点五公里 我之前划过一次 划一个小时就知道了 特别漂亮 房间 快吃吧 吃完走了 我先上 就这样吗 太长了吧 拼出去 可以绑一下就可以了 帅啊 他这个车顶行李架是真的好用 各种锚点 这个就 夏天的感觉一下子就来了 有没有 哎 我就是为了外绿湖滑雪而来 给你来一个世界上最帅的上脚买的方式 有一点转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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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玻璃啊李玻璃 你不懂吗 i do you do because I feel so coo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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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我们坐舱子去吧 好 太搞笑了吧 太搞笑了吧 我这也 武林哥还没发现我藏起来 哎呀呀呀 明明是他的节目 为什么会被整股的还是他呀 林哥 加油 我听到你我一定要杀的 哈哈哈哈 大家记得 为了林哥的坚强 长岸一简胜利 七十堂 哇 这个岛也太漂亮了吧 水猴子 林哥 再来再来 林哥我们开场走吧 哈哈 帅见水猴子 哈哈哈哈 帅姐 也轮到你有今天 在家吧 林哥 别叫林哥 没用 你知道公司发 发公司的那个密码只有我知道吗 哇 别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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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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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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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带你开摩托艇回去吧 笑笑 看我 发动结局的类列是让最美大的发电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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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哈哈哈哈哈哈 林要索定水了 慢慢 真的很爽 停水了 爽啊 把座椅通风给我打开 这次的旅行也就要算告一段落了 玩得开心吗 开心 超级有的开心 就是晒了点 我觉得除了玩得开心之外 这次我做了一个特别正确的决定 车选的特别的对 其实你知道我不是一个喜欢越野的人 说实话做起来挺舒服的 这个我有点出乎意料 对于我来说 解锁了我一个全新的旅行体验 因为之前我很早就开始接触露营了 而且不是那种精致露营 是真的搭帐篷的那种 你玩生存那一挂的 没有任何舒适性可言那种露营 但是我必须还是要吐槽一下 我发现要不然就自己买一台 要不然就不要租真的 像我这种租两天 脱来脱去的 我现在想想回去的好 我挺开心的 对你不开心当然开心 疲于奔波的我们常常会忘记 快乐其实很简单 闲暇之余 带上阳光 闲三五知己 那些细微的美好 就在我们身边 出逃的意义从来不是逃避 而是储足勇气再次出发 跟我们一起出门吧 这个夏天才刚刚开始 爬一个上半旋 谢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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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